又回到美洲的SUG店 这期的新闻由我粉色史莱姆 和我蓝色史莱姆 一起主持今天的新闻啦 那首先直接进入重点 第一则新闻 在2023年4月5日 超级玛利奥Sony电影版正式在全美与台湾上瘾 根据鲜言报导 电影在首映前五天在美国的票房 就已经超过2亿美元 不过影评数和一般观众 对于电影的评价有着平常大的差距 在电影评分网站的烂番茄上 影评仍只有56%的新鲜度 但一般观众却高达96% 没错啊 这次的评价差别超级大 影评人觉得电影太过忠于原作 成为一部取悦电玩粉丝的作品 并且还缺乏引人入胜的叙事 剧情薄弱等等的问题啊 但是观众却又觉得这部电影趣味十足 并且有着电玩粉丝产生共鸣的专属彩蛋 让他们回忆起过去愉快的游戏时光 马利奥的创作者 也就是公本茂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马利奥本质上是一个为了让任天堂 开发更有趣更创新的游戏而创造的角色 他们不愿意创建一个背景故事 因为他们希望马利奥是没有限制的 给他创建一个背景故事 可能会成为未来游戏的互利因素 毕竟对公本茂来说 他自己也表示在萤幕上重现游戏感受 比赋予马利奥人物个性和背景更加重要 比起过度思考马利奥是谁 更重要的是在大萤幕上 尽可能的真实成效 我们在电子游戏中看到的东西 不过目前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上映 马来西亚的上映日期是4月20号 所以我们也还不知道实际的剧情会是如何 但是先阶段来看 粉丝们应该都很喜欢就对了 接下来下一则新闻 ARK 强迫升级还要收玩家多一次钱 ARK 也就是方舟生存进化 在8月底将会关闭官方伺服器 而创意总监 Jeremy Stiglitz 在1月的时候曾在推特上表示 采用U15升级的初代重置方舟进化重生 将会是免费升级 不过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大转弯 重置版要向玩家收费高达60美元 在原本的方舟2公布的时候 官方有推出ARK Rift 1版的组合包 售价是49.99美元 玩家可以玩到方舟2以及方舟进化重生 而且还有一个月的方舟2封测权 但是这个组合包现在已经取消了 方舟进化重生现在只能单买 而且售价提高了10美元 变成59.99美元 可是它是有包含后续的地牢系个新内容 还有社区地图啦 诶 可是我不买的话会怎样呢 不买的话原本的游戏还可以有玩到 不过官方的伺服器就关闭嘛 会在8月底关闭伺服器 6月的时候会进行最后的更新 不只不能玩到之后的内容 也只能透过诗人架设的伺服器才能游玩 这一点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很多玩家就会觉得 团队这样出额反而的是因为非常的无次 这样等于跟玩家收两次钱 并且还同一时间关闭旧版伺服器 更像这些强迫玩家一定要买重置版才能继续游玩 并且升级之后的游戏还不兼容上一个时代的主机 但是我听说那时候不是免费升级的呗 现在为什么要收钱哦 所以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啊 他们一开始只是打算简单的将Switch版本 进行画面的升级 不过仔细考量后决定将整个推翻重做 但是这些改动会直接让原本游戏的保存资料无效 某些第三方模组也无法正常运作 一些功能就会失效 因此没有办法直接将游戏进行画面升级这么简单 哦 OK 所以原本的伺服器是因为架构太老旧了 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去维持运作 觉得不是很划算 所以如果不趁这次升级上去 未来的问题就更难解决 所以才决定关掉那个救服啦 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他收两次钱是有一点夸张的啦 这次 而且他只是一个重制版 到时候明年Ark 2出来的时候 他还要再收一次钱 也是啦 如果我是玩家的话 除非要玩款很不一样 不然我也不懂要玩哪一代好 我自己是有玩一代 所以重制版我大概率是不会买单的 还是比较期待二代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那下一则新完 RedWim 将在亚洲展开巡轮演唱会 RedWim 是日本环球音乐旗下的日本摇滚乐队 在2016年随着星海城的动画电影 你名字大火 负责配乐的Railwin也被许多人所熟知 当年也直接凭借 Zenzenzen这站上第67回的红白 这次的演唱会会从这个月开始 在北美地区起跑 5月展开欧洲群演 亚洲地区则会从7月21起 在韩国首尔为起点 陆续造访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 在台湾的演唱会会于7月23日 在ZEP New台北开唱 马来西亚的话则会在7月25日 在ZEP Koudalumbo开唱 前阵子上映的《铃鸭之旅》主题曲 也是由他們所負責演唱 相信還有不少粉絲期待 在現場聽到我們演出這首歌 下一則新聞 著名遊戲公司Kanami的員工 居然用妙火器爆打喪失 凶 Kanami的未41歲男性員工 三期預計 在某天拿著妙火器從被後襲擊前喪失的頭部 後者的頭部雖然受傷了 但沒有生命危險 被逮捕的男子表示 因為受到權力騷擾 所以想殺死對方 這名員工目前已經被警方 以謀殺未遂的罪名逮捕 目前還不知道這個男子的身份 但過去在PSP和PSV平台遊戲 遊戲王RPV TechForce Special的人員名當中 曾經出現過同名同姓的人物 該人物曾負責本作的開發工作 之前兩人屬於同一團隊的上下級 而此前被捕男子 曾向公司反映自己受到的欺凌 但是公司以並不屬實為由作為回應 但還是在2020年8月 將該男子調派到另一個團隊 目前還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我們也不知道是這名男子的問題 還是上司的問題 又或是公司的問題 目前Kanami官方也沒有做任何的發表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小桃修復看到這則行文後怎麼想 因為是想著下一部遊戲要講 用月環器來做題材了吧 Oh yeah 今天的HG點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點讚、分享、訂閱 我是老師史萊姆 我是粉絲史萊姆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